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场休息至少15分钟以上 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 才可以回家休息 回家后 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 多休息 多喝水 如果身体有不舒服 就像一直发烧 超过48小时 还有呼吸困难 有晕眩 肩脏跳得很快 还有全身红疹等等 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 我是陈淑芳 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电风 全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整个收看超越电风 今天这大盘真的强了 真的强了 我觉得台股应该会走自己的路了 尤其是今天我觉得太强了 昨天美股回嘛 正常来讲 然后我们看美股这样回 我们今天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这里有一个小缺口 然后这边也回补了 这边的缺口回补了 那这一条线叫做周线 一般你看五天的叫周线 二十天月线 六十天季线 一百二半年线 两百四年线 那今天刚好打回来 只打到周线 就开始往上拉 很强 我本来想说应该补个缺口 真的蛮强的 当然我们国内投信真的厉害 太厉害了 来我们这几个 这个几个因为很多人都问我 我的买点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 趋势指标翻多 带量突破下降压力线 带量突破颈线 尤其这个颈线很重要 他打完底部以后 才开始会走一比一嘛 当然我昨天 把之前在YES财经台的 新唐拿出来给各位看以后 你们就有那种feel了 我说过 有些股票我不会一直追踪 在算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拿出来 我让各位去想一下 当时我是怎么看 所以其实新唐更早以前 在四十块左右 我们当时就已经有跟各位讲 连三红 趋势指标黄金交叉 那时候在 这你看很清楚吗 一百零九年七月二号那时候 然后长了一段以后 到了八月七号那时候 他长一段以后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股价创低 又是黄金交叉 往上三十四个月时间转折 这你们都有印象 重点在这里 那又长到了这个 这里也是一个关键 这里也是一个关键 来到了一百一十年 就是等于说 过了快一年以后 他组了一个那么大的底部形态 突破仅限 带大量是一个买点 这当时画了一个W底 你们其实做股票 有时候要这样想 为什么 你看 四十块四要讲 四十七块一要讲 九十五块五要讲 在你们的世界会讲说 四十块四涨到九十五块五 不是涨一倍多了 干嘛还要做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K线是不是 组了一个大底 我们最近不断的 跟各位沟通一个观念 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 要学习好了 强势股 基本上 它形态加的时候 你要敢去做 然后我们不断的 也跟各位讲说 请你用月K线 去看整个股票市场 月K线 我当时很久以前 就画在这里了 你这边有看到月K线 有画这个景线的 几乎啦 在整个SBN就只有我会画 没有人会去画这个 他们没空啦 短线就每天跟你这样 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冲来 他怎么会有空 跟你讲要做长坡段大传呢 跟你讲长坡段大传 收不到会员啦 那没关系 反正那也不是我风格 我希望给你们的是一种观念 OK 所以那一波这厚厚的一叠 厚厚的一叠 后来涨到哪里呢 讲到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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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2号的时候就涨了 赚了那么多 333% 274% 83% 我现在我资料都还留下来 那我昨天我又跟各位讲 昨天又不一样 昨天又创了历史新高了嘛 对不对 今天一样 还会再创历史新高 反而昨天外资才买了9000多张 如果在你们的世界里面会觉得 哎 为什么不低档买 有啊 我低档就跟你们讲了 40块4的 连三红啊 其实只要分多 我47块1的时候用月刻线跟你讲这倍离啊 我95.5的时候我跟你讲W底啊带大量啊还会走1比1啊 但没有人会相信我啊 你们的世界里面我常在讲啊 长了一辈了以后干嘛还要买 我是不是之前有跟你讲 任何W底的 任何底型的 他都会长了一段以后才会出现底型 但是你不学技术分析你真的看不到 其实这不是只有我一档 这种代表作 就是新唐是启动之一 今天又在创高 我也不用想说长几块 那没有意义 今天又在创高 其实这种例子我每次都在做 所以我还问各位月刻线大底的股票你要不要吗 我今天如果只有一档股票 我也不用出来当分析师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可以找到这种底部大涨一段的股票 我今天才问你们 那现在如果有月刻线大底的股票你要不要吗 这个也是资源 当时 你看这个月刻线也是一大段 一大段 你们来复习一下 当时我102块5毛就已经跟各位讲可以买了 然后来到196块5毛 我还跟你讲这里可以买 你们不觉得说这个老师奇怪 那么低的价钱说可以买到这里还说可以买 你这老师啊你骗人的 其实股市里面你如果久了以后你发觉你这个你懂了这种技巧以后 我觉得你你人生会活得好快乐 他真的到了1比1的最小 真的到327 那我请问你我196.5跟你讲可以再买 我们是不是功德圆满 这三张都是资源 有看到102块5毛之源 有看到196块5毛之源 有看到307 到327.5 观众我们股市本来就是这样 我说穿了 我今天我不是只有一档股票这样做 你看这条线也是我在画的 最近一档股票很强啊 现在每个人都在讲说PCB好强PCB好强PCB好强 我们送给你的是滑通了 强不强 头心都在买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 我觉得做股票就是一个字 就是你如果看对了 你要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这我也讲了 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在讲低轨道卫星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这几天看涨的股票 包含森达科这样涨上来 森达科也创高了 是不是都在讲低轨道卫星 台阳天是不是也涨了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也涨了 是不是跟低轨道卫星有关 我上礼拜 我上礼拜就跟你讲 所以我的思考逻辑有时候跟人家不一样 我不喜欢说 你看到大家都涨了 在一国风才跟你讲这个 何必呢 你明明就知道3月11号到3月14号是 全世界最大的卫星展 在华盛顿 那你为什么上礼拜一不开始讲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一讲说 3月 对不对 很轻松嘛 很轻松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很轻松嘛 21号到24号 低轨道卫星展 我们就早一点讲嘛 对不对 你看后来外资投信都来买 都来买 都来买 我觉得这个都是钱 两个礼拜的时间不到 你因为收看我的节目 你这华通你都能买得起吧 你一百万的华通可以多十八万出来 我觉得我对得起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日线上是这样看 你如果看月线呢 月线看 你们看得懂吗 不知道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等到有一天他这样子上来又上去 你们就每个人都知道 反正我线我就画在这里了 以后慢慢看好不好 有时候就 这才一点点的一点点 一点点的时候 在日线上看成那么多 你们听得懂吗 你觉得国内有几个分析师懂这个 我讲难听一点 我以前在开课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台面上分析师 有来上过我的课 他们有上过什么叫做 人生的循环 我必须很严肃的讲 对啊 这个一点点 你看根本看到没有多少 一点点 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 结果你在日线上看成那么多 有几个人参透这一点 我才问各位一下 你每天急急要找标谷的人 你为什么电话不拨通呢 你拨到哪里去 我就跟你讲台股要走自己的路嘛 对不对 要走自己的路嘛 像这个也是啊 前两天创立一纸青纲 大家也没什么感觉 我说228过后他就会动 叫训德 你那时候看他会不会过这高点 你看你看 你觉得觉得他不会过 这就是人生啊 你们觉得不会 你们觉得不会过啊 六四三八 你们觉得不会过吗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会过 啪一下你看你看 这个也是我画的 过了 又在创历史新纲 对啊 为什么我讲的股票 你日后看 你看到他都会过历史新纲 那我当时跟各位讲是什么 IASIA联盟 什么就是这样 整个PCB整个大架构里面对于未来的 他有一个统合性的东西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智慧 智慧商 制造商机涌现 台湾电路 TPCA 吸手PCB成立自动化系统整合联盟 简称为IASIA联盟 与工研院开发智慧 智慧 智慧机械营研发团队 在当时他宣布 成员包含担任 总召集员的 迅德机械 6438 45加PCB一场 我那个时候就跟各位讲迅德 这叫基本面 你们都不重视这个 所以人家你看这个大盘 在休息的时候 他还是那么强 我又不是今天第一天跟你讲 我又不是今天第一天跟你讲 对 我就跟你讲说 他以后会成为霸主嘛 就真的是霸主啊 你看一下子就创历史新高了 这很开心啊 创历史新高 你这几天稍微整理 我就无所 我觉得做古代就是这样啊 才几天的时间而已啊 几天的时间而已 几天的时间而已 对 你买个十张又可以赚二十几万 就再加上刚刚那个华通 你投资一百万你可以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赚钱有那么难吗 对不对 你看华通才这几天而已 涨了十八趴 你投资一百万的话 你赚十八万 那这个也是啊 你买个十张 那很便宜的股票 买个十张 也二十几万 有那么难吗 不会啊 我的节目有让你那么样的承受 压力很大吗 不会吧 你就把观念改一下嘛 你要怎么改 今天改一改好不好 怎么样才可以赚大钱 我把口诀跟你讲啊 一定要三面合一 什么叫三面合一 三面合一 不是跟你讲说我一个面要三吃 先要 先要来个肉燥的 然后再来给你喝个汤 拿一个汤面 叫三面合一 不是啊 就是要基本面 技术面 从马面通通要有的三面合一 那其实买股票有个tempo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真正高手是 黑盘敢不敢买 红盘你敢不敢出 你们都刚好跟我相反了 看他今天这样杀下来 赶快卖股票赶快卖啊 赶快卖啊 赶快卖啊 你反而打下来想说 有没有什么股票给你买 什么时候我觉得说是 有时候短线上要卖一趟 像那种吉拉的时候 我坦白讲 你短线卖一趟还OK 吉杀的时候真的是 这种吉他就去杀到这种 快要落底的 你根本就不要再杀了 你看这个W也出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东西 我右下角 你们有放那个吗 今天没放是吧 等一下可以放一下没关系 你电话打来就对了 那我就问你 越K线大底的股票你要不要 你要的电话就拨通了 但是你要照我的tempo在做 黑盘买 红盘卖 照着我的tempo来 照着我的节奏来 我跟你讲可以买的时候才会买 你不要说 我今天大涨的时候 然后 不对 刷下来的时候要买 三面合一的大标股 你电话拨通 这档就是你 好 见广告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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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 8512 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 8512 5858 超越巅峰 台股会走自己的路 你今天如果你还看不懂的话 那真的很逊 那月K线大底的股票你要不要 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的股票基本上 你要买底部的股票 就是要从月K线来看 我都有留下资料 那有些股票我讲实话 等到他 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又再拿出来跟各位讲 因为我的股票真的不多了 我希望各位你要了解 月K线大底的股票 他要怎么买 一定是黑盘买嘛 红盘卖嘛 你照我的tempo走嘛 三面合一的代表股 好不好 电话要拨通 我这档股票直接送给你 就是那么简单嘛 我QR Code没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 如果你们有记得以前 我QR Code的可以少一下 没关系 如果没有记得就算了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行情不难做 黑盘买 红盘卖 照着我的节奏走 三面合一的代表股 就绝对是你 好不好 你看我的股票这段时间 你都看在眼里吗 我讲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这叫日线上的一小段 可是你在月K线上 你看他 基本上是还没有动 就已经涨到这样了 我不是要你现在去买这种股票 是说 类似这种底部的股票的 有没有日K线也正要发动 这就是你们所期待的 对不对 毕竟华通日线涨一段了 那月K线有出现在雏形了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 你心里想的是 那要不要日K线正要也是要涨 以后又配合这月K线再突破的 最好就是类似什么 最好就是类似这个 这个当时102块的这种资源 40块4毛的新糖 像这种你们就觉得 有没有以这种 有啊 就是说我月K线 有机会成为一个大底的股票 但是我在日K线上面我就开始要动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表达就是这样 他绝对以后未来月K线会大涨 但是在日线上 我们先带你做这一趟嘛 就类似华通嘛 华通是不是日线这样拉起来 你觉得他现在还没有 以月K线上他还没攻过去 那你们一定会跟我讲说 你可不可以先 我可以做月K线大底的股票 可是日线上类似华通 这种赚运波你有没有 那怎么买 有当然有啊 就是要黑盘买 红盘卖 照着我的节奏走 三面合一的大标股 我给他五颗星签个名好不好 写个日期 就是这一档好不好 黑盘买红盘卖照着我的节奏走 三面合一的大标股 我们就是这样做 其实看完今天这个盘 我也不想多讲 我只是跟各位讲 其实在股市里面 你们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那么先赚一段以后 我再来达成你的 月K线的大底的走法 我们再来看一次 你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这样做是最棒的 当你看到这个 七次指标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我们就先进去买 然后我们在月K线上 你看其实以四十块四毛 涨到四十七块一的时候 将近一直涨停满 那你会觉得更夸张是 这已经涨了又涨了一倍的时候 来到九十五块五的时候 那是不是 你这样看 他三档都是新糖 四十块四 四七块一 九十五都是新糖 可是为什么这里反而是速度最快 我把这功课交给你 你回去自己想一下 因为这种这种故事 基本上来讲 它是不断的不断的 不断的 不断怎么样 不断的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 我再给你看一下 这是一百零二块五毛的智原 这是一百九十六块五毛的智原 然后这是三百二十七块五毛的智原 为什么从一百零二块到一百九十六块 它会到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 来来来来再看一次 这是一百零二块五毛的智原 这是一百九十六块五毛的智原 这是三百二十七块五毛的智原 我把这功课也交给你 你回去自己想一下 真正股票市场上 你如果能够买在 相对在日线上的起涨点 你就可以报到月K线上的突破点 你也可以报到月K线突破景线的 最后的加速杆底的那个那个顶 因为你买的基齐够低 交了那么多技术分析总额一字 总额就是一句话 如果你基齐买的够低 你就抱得住了 我在讲到烧虾了 你如果基齐 你基齐 我再跟各位讲 你基齐如果买的够低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就抱得住了 这样各位听得懂 我所说过的 好股票 我们本来就应该给各位 其实我今天讲的差不多了 我把刚刚那张图再给各位一下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一档这个 买黑卖红的好的股票送给各位 其实有时候表达够了以后 我觉得每天这样讲 你把那观念传达过 传递出去就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今天最主要跟各位沟通的就是 你能不能做到黑盘买 红盘买 好不好 三面合一的大标股 我这边有签了我的名字 你电话打了就有 好不好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